金牌羽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累、萬寧獨賣。 看來,一場大戰越來越有可能出現。 軍事頻道馬克時空的主持人馬克表示, 烏克蘭攻入俄羅斯的庫爾斯克州已經有三個星期, 現在整個進展與初期相比慢了下來。 烏軍方面,向北進入庫爾斯克方向受到比較大的阻擊, 戰線基本上停頓了。但是,烏軍在向西和向東兩個側翼方向還有進展。 另外,烏軍通過俄羅斯邊境比較薄弱的地區,攻入了西邊的布蘭斯克州。 這個地方是白羅斯、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國交界之處, 同時向東南又進入了別爾哥羅德州。 現在,烏克蘭炸毀了塞姆河上所有主要的橋樑。 而塞姆河以南,大約有三千人左右的俄羅斯軍隊, 因而難以獲得補給,也無法後撤。 雙方現在處於相對僵持階段。 馬赫說,烏克蘭已經找到俄羅斯的一些弱點。 因為俄羅斯將大量防空部隊派到前線城市, 所以它的煉油廠和一些軍用基地周圍的防空就非常薄弱。 烏克蘭找到了幾個重要的軍用原料供應儲存庫, 並進行猛烈攻擊。 其中對西南部一個國家還要儲備油庫的攻擊, 導致整個油庫連續爆炸,根本無法撲滅, 只能讓油庫徹底燒光。 一旦這個油庫徹底被燒掉, 未來南部戰區的油料供應就會面臨比較大的困難。 馬赫表示,總體來說, 這次烏克蘭雖然入侵了庫爾斯克, 但是俄羅斯實際上的反應只是派兵去圍堵。 而俄羅斯的盟友也沒有做出什麼明確的支持, 這點是比較意外的。 很多盟友都不支持,也不譴責。 俄羅斯的虛弱實力,就更加被西方國家看清楚。 這個對俄羅斯來說, 除了軍事上的失利之外, 在政治和國際關係上的失落, 可能對普京的打擊會更大。 馬赫認為,從目前俄羅斯的各種反應來看, 會動用核武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俄羅斯現在被烏克蘭在很多方面切了39條紅線, 但是這些紅線已經全部被烏克蘭踩過了, 烏克蘭人還笑他們說, 這些紅線有什麼意義? 以前普京說過, 俄羅斯一旦被入侵, 他一定會使用核武器來進行防衛。 但是這次, 被烏克蘭入侵三個星期, 也沒有做出什麼實際舉動, 反而令白羅斯很緊張。 因為普京將戰術核武器部署在白羅斯, 總統盧卡申科怕戰火央及自己, 所以他急不及待跳出來說, 我不會使用核武器, 我絕對不容許也不同意俄軍通過用白羅斯的戰術核武器來打擊對方。 從中可以看得出, 無論是俄羅斯或其盟友, 他們心裡都知道, 不能夠用核武器, 否則的話事情就會搞大, 會有麻煩。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國軍表示, 1994年俄羅斯、 美國和英國和三個前蘇聯的共和國簽署了 布達佩斯安全保障備忘錄, 就包括了烏克蘭、白羅斯和哈薩克。 協議的核心, 就是這些國家放棄自己的核武器, 而要求簽署備忘錄的大國, 不但不可以用任何方法威脅這些國家, 而且還要保證這些國家的主權和國家安全不受到威脅。 國軍說, 俄羅斯明顯違反了布達佩斯這個備忘錄, 因為俄羅斯入侵了烏克蘭, 搶走了烏克蘭的領土。 這些領土在1994年的時候, 明確屬於烏克蘭的。 這是美國和英國大力支持烏克蘭的一個最根本原因。 所以,自從俄羅斯戰爭以來, 雖然俄羅斯一直威脅使用核武器, 但如果它真的使用核武器, 會有很大的道德壓力。 但現在情況有所不同, 如果烏克蘭攻入俄羅斯, 在俄羅斯戰局極端不利的情況下, 在自己的領土內使用核武器, 就不會有這種國際條約的約束。 當然, 真是使用核武器, 同樣會面對很大的國際壓力。 因為在人類歷史上, 除了二次世界大戰末期, 美國在日本使用了原子彈之外, 還未發生過核戰爭。 如果真是用了核武器, 其他小國可能會大量退出所謂的核不擴散條約協議, 開始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烏克蘭、哈薩克這些國家完全有能力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果真如此, 這個世界將會比以前危險一百倍。 獨立製作人李軍表示, 自從俄羅斯戰爭一開始, 就有許多國家的僱養軍參與其中, 其中一個戰爭已經成為了中美兩個大國代理人的戰爭。 李軍表示, 自從俄羅斯戰爭一開始, 就有許多國家的僱養軍參與其中, 其中支持烏克蘭的比較多。 據說這些僱養軍有二萬人, 俄羅斯統計劃大約有一萬三千人。 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波蘭, 將近三千人, 其次是美國、格魯吉亞、德國、英國、 甚至包括東歐的羅馬尼亞、 克羅埃西亞等等。 如果再加上幫助培訓指導的軍人, 就更加多。 叫得最響的法國說要參戰, 反而沒有。 國軍指出, 外界亦有擔憂白羅斯會不會參戰。 烏克蘭攻入俄羅斯, 最近進入的布良斯克州, 就是跟白羅斯直接交界處。 一方面, 白羅斯部署部隊是符合邏輯的, 因為家門口戰火升級, 要防範燒到自己那邊。 但另一方面, 烏克蘭和西方國家亦非常緊張, 因為瓦格納軍事集團, 一年多前發生蛙變之後, 大部分人員都去了白羅斯。 他們現在也聚集在白羅斯和烏克蘭邊境。 烏克蘭當然非常擔心白羅斯會突然發難, 尤其是白羅斯和俄羅斯還是盟友。 但是盧卡申科在俄羅斯戰局不利的時候, 恐怕不會採取行動, 除非俄羅斯佔了絕對上風, 而且美國和歐洲都變得軟弱, 否則他大概不會惹這個麻煩。 因為當初俄軍從白羅斯開進烏克蘭, 戰局一邊倒的時候, 白羅斯都沒有加入。 而現在這個局面, 他參與的可能性就更低, 因為盧卡申科本身力量很弱, 他需要背靠大哥才能夠生存。 因為他原來是依靠俄羅斯, 而最近開始要靠中共, 這個其實就是他虛弱的表現。 今次的《紳士各廳新聞》就到這裏,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豬肉電腦不能戴, 因為今天 cringe可應 餘身時各個程之一。 最úb�的是…